鱼狼鱼港的鱼商和鱼饭已经陆续复工 过去几个晚上 批发市场内超过八成的摊位已经恢复营业 鱼港所处理的进口鱼货和海鲜数量 也已提高到接近这个批发市场关闭前 进行深度清洗之前的水平 重开后的鱼狼鱼港增加了多几个出入口 差车数量也增加许多 以便在当局收紧安全距离措施后 协助提高鱼商鱼饭们运输海鲜和鱼货 进出市场的效率 鱼商们也帮忙调整运输时间 让外国鱼船和货车能够提早抵达鱼港 鱼狼鱼港在星期一重开时 只有约三分之一的摊位恢复营业 这里自上个月检测到冠病确诊力后 病例迅速增加 全岛多个巴沙和熟市中心 也因相继出现和鱼狼鱼港相关的病例 使得鱼狼鱼港迅速成为我国最大的冠病感染群 那么 谢谢大家